那包含就是说today 然后到本来是到货日期是用vlogan直接查 可是这个是没有 就是没有扣掉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我们后来改成用workday来做 OK这个地方可以避开礼拜六礼 workday是可以避开礼拜六礼拜 但如果说你有国定假日 你在holiday那个地方 他也会帮你避开那个就是holiday 国定假日部分 那另外还有就是有关客户部分 有三个栏位 那序号的话 你会发现后面我们这边有个序号 当我点了某一个商品编号的时候 你会发现序号会自动跳出来 那这个序号怎么出现的呢 而且要01,02,03 其实它里面呢是利用什么 第一个哪一列 可是问题现在是第七列 可是我要是一对 可以把它减一减六比较好了 那另外如果两码的话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test TES有没有 TES00就好了 不就两码了 OK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这边没资料的话 那我有没有 B7如果没资料 那我也没资料 反之我就有资料 OK我们可以用什么 B7如果等于空字串的话 那我也是空字串 不过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你可能要必须什么 预先 先什么拖拉公式在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里面全部都有公式 当什么时候会跳出来 当它里面有资料的时候 它才会跳出来 OK那这种写法 那里面的话也订完之后 那再来就是说按新增自动帮我把结果给放在销货明信里面 不过可能你们会需要注意几件事说这个地方可能要把比如说我同学说我做这些东西我希望把公式给隐藏起来 第二个我希望有些地方栏位除了白色区域可以填写之外其他都不能动不然的话随便可能单价帮你改一下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如果要保护的话通常是把它全选按下滑鼠右键除了格式里面有保护了那记得就是说呢 先做什么呢我的习惯是先全部也许全部都锁定隐藏的话是指的是隐藏公式 先把全部也许先锁定再隐藏 但是呢可是有一些地方按确定之后有些地方我要让它可以输入的话白色区域 所以把白色区域再选一次 这个OK好白色按右键除了格式请注意就是全部都保护的只有这些地方怎么样呢不保护OK如果你这边也都保护的话 那他要输入就没办法输了吗OK按确定 记得在这个地方的教育把它做保护工作表输入密码 OK1234我输入1234好了 那你会发现如果假设填单子的那个可能sales他说那我算你便宜一点好了 5万块算你4万块好了你会发现他这个地方因为我已经保护了所以不能改OK但是数量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改可以改那另外公式假设有的人就觉得很特别你这怎么做的我偷看一下你的公式 奇怪没有公式那他就你这对他不知道你怎么写的OK好因为很多人其实说真的他每天用但是很多公司他根本不知道他以为你是不是写VBA对不对他可能就你写程式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没有只是把公式隐藏起来而已 那隐藏公式之后除非说他知道说取消保护而且知道密码不然的话也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密码自己也忘记我前往跟各位讲过你可以传到那个Google试算表他就可以把密码给取消掉了OK那有类似像那最后如果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存在销后明细的话按下那个新增之后新增过去之后有没有再把这个 清空然后单号加一那这个地方怎么做我们来看因为时间剩一点点我们比较快的大概带一下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大家看自己看应该看得懂首先第一个 我要先判断那个什么销货名系里面到底有没有资料而且到哪一笔因为我如果向下侦测到第八对不对那我将来写过来一定是什么向下再加一列对不对 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完全都完全没输入过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空的一个什么一个工作表那我怎么判断这里的话我提供给各位一个方法第一个一幅消货名系这个工作表里面的A2指的是这个储存这个储存格如果等于空的话那表示这个应该是整个空的我是用A2来判断 那我的R就等于2指的是将来我要输入到哪一列反之那我就去这个工作表的A1向下去追踪追踪到之后呢我把它加一加一意思说我在写到追踪到的那一列的下一列OK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判断应该要写到哪一列OK所以这应该没问题啦第一个那我知道说我应该写到哪一列之后的话接下来做什么呢输出资料那这个输出资料其实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到底啦 B2指的就是说这边的B2因为我是从这一边所以后面基本上没有写那个工作表的名称那B2指的是单号所以单号要输出到哪里呢输出它的A栏OK然后呢订货日期的话指的是这个D2然后到货日期反正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分别把它写过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后面各位可以看到了反正就是B2一直到G4一个对一个就对了 OK哪一栏前面的那一栏对到销货名系那因为我现在是以销货单这个工作表为主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没有后面的部分没有工作表名称那前面的话是因为我没有切过去所以呢前面要加上工作表名称那比较特殊的就是怎么样清空哪些资料那你会发现我B2本来有清空可是我怎么样我先不清空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地方如果清空 我就不知道他现在单号是多少那我后面需要怎么样把他的单号加1对不对就是S0011改成S0012那所以这个先不要删其他的白色区域先帮我清空清空之后呢一般习惯是怎么样把单号加1可是如果单号加1假设用刚刚的方法我们直取好像是直接怎么把它加1 可是如果说你直接加1好了我这边按新增你会发现哦这个地方会卡住它会显示说资料形态不符 因为S0011它没有办法直接因为它是文字你不能直接给它加1那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般是这样请你把文字的部分跟数字的部分先分开来让数字先加了1之后再跟文字串回去OK所以基本上的逻辑这样就是S0011有没有把S切开来 然后用0011把它加了1之后然后再跟S再串回来不过特别重要0011 S指的是文字可是你加了1之后它就变成数字所以它会变什么变成12前面的00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删掉所以如果你再串一个S的话会变成S12那就不对了我们是要S0012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我有个解决的方法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我是先串一个S然后呢后面加一个formatformat再write把那个原来b2的后面四个字哦后面就是后面四个字用write先把它加了1这个是后面四个字加了1之后加了1之后它本来是0011加1变成1212之后再把它format格式化成4嘛所以呢12 格式化成4嘛就变成0012那0012呢再跟什么呢再跟S串就会变成S0012把它写回去了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那最后当然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哦可以把资料存在后面的什么呢后面的这个消货单有没有0011那又回来又可以继续输入我们后面的资料 那把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好了那今天的话就是最后再补充就在讲那个消货单这一题那下个礼拜的话原则上我们就是 来上课然后大家ready之后那我们就开始测验了测验完之后呢可能还有一点时间那可能我就把那个后面还有就是后面还有几题啦下一位再带一下那就就是做最后的那个就是反正这一期的课程大概就差不多了OK那当然如果你们下个礼拜有问题的话当然也可以提出来啦 好就是不过最好题目是先给我好然后但也不要跳套太远的就是比较一般性的题目那我们也可以拿来做一些说明OK好那今天的话我想就先到这里哦